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找死 魁梧男子猛的一怒 凌空就一脚踢了过来 一道光芒在他脚尖下散开 化成一张光网 像是蛛丝一样在天空蔓延 铺天盖地 竟想将李明霄活捉回去 李明霄怒急返校 狂妄无边 一个做奴才的人 就算实力再强又有什么用 干居人下的品性 决定了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他手中剑光一闪 连出三剑 第一剑平常无奇 第二剑奇快无比 第三剑奇慢无下 斩天 斩地 斩人 三道剑芒在空中闪现 光网直接在天空中斩裂开来 而且剑光回旋 直接朝魁梧男子击去 不识实物 魁梧男子怒吓了一声 右手五指须握 尘爪击出 一道漩涡 在他五指之间凝成 整个空间都像麻花一样扭曲起来 三道剑芒瞬间湮灭其内 而且旋转之力不减 石余帐内都被卷曲得有些模糊 一点光芒在他的掌心亮起 李云霄脸色大变 他发现空间一下子被拉得铁紧 别说瞬移 就算是化作雷顿走 都已经不可能了 一掌之下 数十丈的空间 尽数在对方的掌控之内 一股距离扯着他 向中心慢慢飞去 魁梧男子掌心的那一点光亮 越来越强 其中浮现出一件迷你的玄器来 不断吞吐着力芒 李云霄脸色大变 那件迷你玄器竟然是一柄竖长的战刀 漆黑的刀面上闪烁着赤色的幽光 他知道魁梧男子在等待时机 只要自己的身体在这漩涡下失去控制 就是战刀黑芒展出的时候 看来对方已经起了杀心了 既然如此 李云霄亲和一声 眉心处世界之力闪动 一片白光散开 地势坤厚得在物 大地之力在天空中出现 他的身体像是一枚钉子般 直接插在漩涡当中 瞬间止住了移动 魁梧男子眉心一跳 眼中爆出了一团利色来 李云霄随后再抬起手来 无数黑点从他的掌心飞出 每一颗上面都带着极强的烽火之力 朝着四周洒去 那一颗颗的黑紫顿时涌入漩涡里 澎湃的神火之力在风的作用下 燃烧了天空一片赤红 远远望去 就像是卷起了火海 要将天空炼化 蒸腾的力量向着四周散开 下方妙玄宗的弟子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脸孔在那漫天火焰下映照的通红 心中都是无比的震惨 不少人都还记得 几年前妙玄宗下追杀令的时候 这里云霄不过是一星五尊而已啊 而如此这般翻江倒海 斗转星移的神通 就算是九星五帝也望尘莫及 魁梧男子的脸色沉了下来 那漫天火焰之内的无数黑子 此刻一下子失去了踪影 但必然是隐藏其内 怕是会随时攻击 而且那火海中慢慢凝聚出来的天缝形态 更是让他心中极为震害 在上古时代 云生异族本就是天缝的附庸 而他身处的种族却是云生异族的附庸 在等级上相差太大 虽然极高的修为 让他强行顶住这种上位者的威压 但那种传承自血脉的恐惧之意 令他的心中生出战力和烦躁感来 天缝鸣声之下 恨不能掉头就走 李云霄放出鳄鱼后 画出法相金身 每只手里都握着玄器 也纷纷砸入那漩涡之内 随着旋转之力涌向了魁梧男子 其中一只手臂上剑侠一盏 二十四柄北天寒心剑飞出 瞬间画出一方剑图 像是星辰一样 点缀在天穹上 二十四柄剑 在天穹上寒光闪动 不断的绽放出剑气 并且剑图也随着漩涡之力 变化不停 引出无穷的剑幅来 却始终不坠入其内 什么 魁梧男子一惊 仰天望去 那剑图的复杂程度 彻底超出了他的想象 每一下变化都引动万千剑幅 似乎正借着他这一旋之力运转 啵 他心中暗叫一声 虽然这些手段还不足以威胁到他 但他手中提着谷红 在这种强决的力量之下 难保谷红的安全 他突然右手五指一握 那旋转之力刹那间停滞了下来 整个天空中的火海瞬间分开 所有黑子也尽数浮现出来 千秋霸刀 锤子 黄朝中等旋气也一下定格住了 就连天剑图上的万千剑幅 也突然为之一宁 像是时空直接静止了一般 旋风刀 魁梧男子手中的树杖长刀一下子解封开来 刀气夭夭 仿若银河流动 逆转天地阴阳 刀光闪过之处 一片刺目荧光 澎湃的力量将空气彻底压爆 一个个极深的空间圆洞在上空上浮现 并且迅速扩展开来 碰碰碰碰碰碰 天空中所有的玄器和黑子尽数受到刀力的镇压 全部崩散 化作道道流行射开 那天凤虚影也直接一刀溃散 漫天火云一下子消失不见 李云霄神色一领 心念一动 天空上那万千剑斧 与二十四剑凌空斩下 冲入刀芒之内 一片金戈铁马的交锋声 万千剑斧 在那凌裂刀气下尽数爆裂 化作一道道的剑芒 纵横天地长空 不少射入大海 震起无数惊涛 那些妙玄宗的弟子 一个个惊恐的四下闪躲 吓得魂飞魄散 啪啪啪 二十四柄北天寒心剑 也在那刀芒之下溃散 化作烟花漫天飞射 李云霄双手掐绝 身后浮现出一片黑洞 慢慢地化作真魔巨灵 屹立在大海上 魔掌往身前一翻 浮现出一团漆黑的漩涡 李云霄双手不断地变化 所有震飞的旋气尽数飞了回来 全部投入到那漩涡里 像是石材扔入锅中 不断地有惊人的魔艳腾起 魁梧男子脸上杀气大增 这一刀的斩出 特别是击溃天缝虚影后 让他体内被压制的血脉 力气爆发了出来 一手护着骨红 一手抓着长柄战刀 在长空中步步走来 每一下都踩得天空震荡 那原本就魁梧异常的身体 也似乎发生了变化 肌肤变成珠褐色 有些腰化的迹象 李云霄脸色发白 他此刻原力所剩无几 身上不断涌出磨炎癌 打喝一声 针膜距林掌心下一盆黑光爆起 那沉入了无数玄气的黑色漩涡 猛的向前轰了过去 魁梧男子瞳孔一缩 战刀在空中划出雪白的冷芒 就凌空斩下 刀器划过长空 像是波云渐日 瞬间就插入魔云中 将其一刀劈开 无数黑色魔气蜂涌起来 散而不灭 全部依附在数十件玄气上 化作一个个魔头 狂吼着朝魁梧男子撕咬过去 魁梧男子一惊 猛的提刀在身前一横 画出一团清光 将自己护在其内 以免伤及骨红 那无数魔头 撞在清光上 都是直接爆开 只有那些依附在玄气之上的魔头 则是被狠狠的震开 李云霄也是神色一愣 随着他的修为不断提高 这些魔气也似乎变得越来越厉害 魁梧男子一脸冷色 手中长刀一旋 微微将四周魔气震开 他松开手来 五指须握 往下一翻 轰 天上一下震荡 一座漆黑的小山 顿时浮现在李云霄的上空 疏然压了下来 李云霄脸色大变 悍然惊到 移山倒海 一道巨大的阴影迅速飞落 并且在空中不断变大 这可是真的一座山啊 之前那苍林碧金蝉 可是九街妖手 实力深不可测 都在这一招下 被轰得昏头颠倒 现在都不知所踪 而眼前这座山 似乎比砸 苍林碧金蝉的那座 还要巨大 山势暂未落下 那股威势 就压得李云霄喘不过气来 他猛的画出法相金身 三头六臂上 尽是一片金光灿烂 三个脑袋 全都是怒目圆睁 口里发出大吼之声来 身上四门俱开 一股无匹之力 充斥整个身躯 六只手臂 仿佛壮实了几分 同时没心处白光一闪 戒神碑内的诸多强者 无论实力强弱 都被召唤了出来 不少人一出现 就觉得浑身一致 被无边地气和山势 威压震得脸色铁青 段月惊恐的说道 你小子就不能惹一些 正常点的敌人吗 他此刻已经是高阶五尊 但在这无边的压力下 还是心头狂跳 李云霄大吼的 别废话了 所有人齐心协力 将这山峰顶住 这可是一座真的山啊 什么 冲人都吓了一跳 仔细凝望而去 这不仅是一座真的山 而且山体上还传来 阵阵凌压 威力还在真山之上 所有人都是一脸冷汗 再也顾不得啰嗦 纷纷齐心协力出手 大吼着打出各种绝技 一道圆力之光 像是蘑菇一样 在上空浮现出来 猛的凌空升起 直接将山体撑住 轰隆 山市下落的速度顿时一缓 魁梧男子 瞳孔皱缩露出震撼之色 脸孔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握着刀的手 更增加了几分气力 一道道的刀芒 在刀身上站起 画出一个个圆圈 李云霄也是六只手臂 如同晴天柱一般 齐齐顶着那巨山 喝道 小川 一箭劈碎他 他此刻完全靠着肉身之力 在硬扛 否则全胜状态下 用冷箭冰霜足以一箭 劈裂此山 墨小川脸色铁青 眸子里闪过一道力芒 坚定的说道 好 争 天珠荡魔剑 从体内飞出 化作一柄石鱼杖的巨大剑形 瞬间横在山体下